江西同业宣布今年上半年纯利12.77亿元人民币,按年增长0.13% 每股基本级摊薄盈利3毛7,不派中期息 期内营业额926.67亿元,按年增加5.7% 资产减值损失为6070万元,按年减少89.37% 主要因为产品市场价格的回升,冲回部分存货跌价损失所致 上半年集团产品产量顺利完成计划 生产应集同56.9万吨,按年增长1.83% 黄金1.32万公斤,按年增长3.8%